阿弥陀佛大家好 这里是联生活佛文集网路直播读书会 第24集的播出 很高兴又在这个网路上跟大家团聚 网聚 今天天气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冷了 然后呢 在节目一开始 想跟大家介绍一首歌 叫做古四一如香 这个歌词呢 大家都上来了 这个歌词呢 我放在今天的贴文 这个孤影的对话 今天呢 要唱的歌古四一如香 是出自于师尊文集 孤影的对话 和人杰 郭竹根 辛金六 大家好 然后呢 这个歌词我找给大家看啊 他说古四是如何的古 恐怕连佛像也无 就算是还有一个铁柱的香炉 插香的人也算是糊涂 我提示 无四根本就没有妙 无四无佛无香 这样子误不误 这历代的人全归一培土 就是所有古代擦香的人到现在都不在了 全归一培土 秀香的人 闻香的人也一样都不在了 一样子 你问以迟 我觉以至 你要问什么 我的开悟真如是一直在的 大叫一声 真如啊真如 这个就是师尊在孤影的对话 古四一如香 在禅宗的这个记里面问说佛性 他说古四一如香 历代无人秀 这个香炉 古代的香炉 大家早安 对 他这个在禅宗公案里面 古代的香炉是指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唐朝的香炉 汉朝的香炉 你去那个台湾故宫博物院 你看到很多的香炉 可是呢 香炉的炉在 擦香的人在不在 闻香的人在不在 那么呢 佛性恒在 那人变幻 古代的人在不在 一直在转世 一直在转世 但是不管你转世 佛性恒在 香炉恒在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 师尊禅宗的诗 孤影的对话 古四一如香 我们一起来欣赏 一起来唱 齐庆根本传承 放光加持 大家得到禅慧八十 古四一如香一如香 古四是如何的故 恐怕连佛像也无 就算是有一个铁锅 就算是还有一个铁柱的乡路 主和详统我 传想第一的人 也算不 无提是无私无福 无相这样子我不 这里待的人 却归意陪土 修剑的人也 一样子 我提是无私无福 相这样子我不 这里带的人却会陪图 就像敌人也一样死 一问一尺我绝一只 大叫一声珍珠啊珍珠 一问一尺我绝一只 大叫一声珍珠啊珍珠 故事一路想一路想 如此是如何的故 空派浮想也无 就算是还有一个铁柱的小路 朝向的人也算孤独 故事是如何的故 空派浮想也无 就算是还有一个铁柱的小路 朝向的人也算孤独 我提示无私无脱 无想这样子无不 这里带的人却会陪图 休想敌人也一样死 我提示无私无脱 无想这样子无不 这里带的人却会陪图 休想敌人也一样死 你问一尺我绝一只 大叫一声珍珠啊珍珠 你问一尺我绝一只 大叫一声珍珠啊珍珠 古寺一如香 历代无人秀 孤影的对话 诗尊文集的诗词 大家喜欢吗 耶 这个诗词可以 哇用手机可以看直播 大家都上来了 今天也是一个很热闹的一天 你们很热闹的一天晚上 因为我在唱的时候 我真的想到说师尊在写 谢谢 也在想师尊在写这个战绩 的这个心情 如果你们想要看这个原文 你们可以参考这个 孤影的对话 古寺一如香 这个联想佛佛文集 网络直播读书会 第24集的播出 哇时间好快 我们从5月25日播出到现在 哇已经24集了 我觉得很感动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 其实也不要当作我什么说法 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 对不对 哇好热闹 对啊 我们的网络的很热闹 虽然我是一个这个出家人上师 可是呢 我很喜欢交朋友 我总觉得说 好像是你当一个人嘛 那都是一种尊重 我对所有的教派 我这个人的个性 我对所有的教派 我都是尊重 我如果不了解的人事 我不会去批判 那我很喜欢去交朋友 哎 很喜欢听到那个笑容 我一直很想看看你们的笑容 改天你全部把照片贴出来 我们的选美 不是选美 还是选 来看看 有的有你们的照片 哎 严谨 法师你好 现在在日本嘛 还是在台湾 那边气候怎么样 好 那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要跟大家 再来谈一谈 同门的提问题 那这个 之前有讲到这个 睡眠大光明障法 然后也有讲到 哇 Emilyo 也有讲到这个 我们临终心耀 那有同门呢 他就想得更深更隐了 上师 我死了之后 我是土葬比较好 还是火葬比较好 我建议你先上去比较好 想办法先上去 肉体就不要管他 何家会 Wing Ho Wong 好 我一边讲 哇 很多同门都起来问候 那乐话 李悲珍也正在干 对不对 您先想办法上去 比较好 当然 师尊曾经开示 我们师尊连生活佛 哇 他要给我 我的平板 他说他要常常 我那个平板的 我都 相信是用平板的 来看资料 他常常 叫我要 SIM卡 没办法开启 要请重新启动 那一天启动好几次 他有时候都会出现 这些有问题 你看他现在又要启动 好 那我先回答 刚刚同门的这个提问 是要土葬好还是火葬好 我们的师尊连生活佛讲 土葬的那个 那个火化之后的遗体 比较容易进入大地 吸收土气 如果这个地灵的气呢 就是比较旺 就比较容易 护佑这个 他的下一代 但是地气如果不好 也会直接影响下一代 所以呢 我们有常常都放在火化之后 会常常放在灵谷塔 那台湾雷藏寺呢 有灵谷塔嘛 西方镜 西方镜呢 常常也会有台湾雷藏寺的 上师法师 在做诵经 对不对 师尊呢 在台湾时间 每个礼拜六 也都会有佛法的开示 所以呢 我的母亲 是火化之后 放在西方镜的灵谷塔 灵谷塔 所以你说这个 是哪一个比较好 我个人觉得 只要先上去就好 有人撒在大海 有的树葬 有的 如果你要交代 你的后人土葬的话 真的是要有经验的人 去看英宅 那如果没有办法 没有把握的话 还是火化 放在灵谷塔 但是 信卡拿出来 妈一下再放回去 我都不知道 那个信卡要怎么拿出来 我曾经猜过 但是猜不下来 我的信卡是这样子 我用搓 我也是想把它拿出来 我回台湾 再去检查一下好了 每次都要开这个 不过谢谢你的建议 你的建议是对的 Engine Farm 还有Sofenlook 有的人只看 但是他不一定有回应 但是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读书会 不管是同门弟子 或者你是基督教 铁主教 八卦教 犹太教 印度教 是教内 教外的 三性大德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因为我本人会喜欢 交朋友 跟你们在一起 我都很开心 好 然后呢 在这个 同门就问说 常看到亡灵 是梦见的 还是亲眼见的 怎么会常常看到亡灵呢 是不是家里有人亲自 就是最近过世 常常看到亡灵 地藏经讲嘛 你梦到那个亡灵 你就常常给他念地藏经嘛 那师尊的他就是念往生走 第一个 你就是不要害怕 再来 如果你常梦见这些阴的 还是要修 睡眠大 光明障法 还是要睡觉的时候 结界 我们前几集都有介绍到 那个 睡眠大光明障法的 修法仪轨 最主要第一个 你心里面不要有害怕的心 不然以后 当中阴生你当鬼 你还看到 有名字 啊鬼 你忘记自己也是鬼 说人家是鬼 那个鬼笑你 你自己都是鬼 笑我们是鬼 先习惯 所以 先不要害怕 然后 观想那些中阴生 为莲花童子 穿天衣 非常漂亮 念佛 或者呢 想说 世尊在上个礼拜天 互谋法会的时候 开示啊 他讲说 看到谋 看到鬼 也是想说 是自己的业障 或者自信变化的 哇 陈芬芬芬说 哇大家好热闹 对不对 好热闹 大家都来顾持世尊文集 还有说 上师好 对 你们好哦 所以 第一个不要害怕 第二个 继续念经就回向 第三个呢 想说那些 怎么又拉不开 是呀 开不开 有了 然后呢 另外一方面 想说 那个是自信的业障变化 有的 隐 隐之的隐 何人结 竟有正反 虚实无常 看看你写的 人有正邪 一体两面 好 再来就是 我们一般行者 真的有能力超度吗 难道你认为 自己没有能力超度吗 各位同盟 我们所修的法 都是头顶在这 根本传言上师 师尊原生活佛 我们所有的 苏德福提供五个方法 我下线我再来找看看 谢谢你啊 谢谢你给我鼓励唱歌的 谢谢你的鼓励 然后 这个到底有没有能力能够超度 你头顶根本传上师 对师尊有信心 你奉请根本传上师 加持超度 那其他就由师尊搞定 是不是 师尊是文集上是这样写的 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问题 有没有能力 你只要一心奉请师尊 对师尊有信心 常常念师尊心之后 观想师尊接应 观想阿弥陀佛接应 都可以 你有信心 就得到师尊的加持跟超度 那如果说是 你为自己的亲人 或者你很熟的王者 你念经咒 多念多一点回向 甚至会梦到 王者穿着漂亮的天衣 那献很好的像 也来给你报平安 也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呢 还是信心为第一 对根本传承的信心为第一 上师见坦诚开光结界 后面的开光结界仪式 该怎么做 都同门 我昨天讲过那个坦诚 好像又在上课了 对 那后面的开光结界 你说坦诚了 那我要找谁开光 怎么开光结界 最近都有同门问这个问题了 各位同门 你们的坦诚是谁开光啊 对 陈东梅说对师尊信心有最重要 我昨天有讲过要如何自行开光 有没有 当我们的那个 我们红法人员 这个佛像 师尊有教我们念个祭言 要拿毛巾 要拿开光镜 开光笔 然后要写符 镜呢 毛巾要这个擦拭 观想擦拭整个佛像 念天之神光 地之神光 日月神光 开光 开光之后 开眼光观视世界 观想眼睛 菩萨的眼睛 佛像开光嘛 开耳光 闻生救苦 开口光 开口度众 开心光 慈悲 祭世 开手之 色受降魔 对不对 开精神 好好放光 地之奉先天无极 大地律律 公请上神 这样来领我们有个开光镜 这个是上师法师在用的 你们不要用 我只是大概跟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在做开光的时候 有用到开光镜 开光镜有画符 有加持 有干净 没有用过的毛巾 有开光笔来做 你常常会看到师尊做开光的仪式 那这个一开光出来 对不对 一用这个法 法流马上就下降了 那你自己要如何开光 以前 以前我在 我是当居士 我是22岁 来自英国的 Alan Wong 来自英国的同盟 还有Alice Mark 我以前是当居士 在22岁 归医学佛 那我的佛像 刚刚这个同盟问说 去佛像带过去 就说人家佛堂结缘的佛像 已经开光了 带回来还要不要开光 同盟问这个问题 都在问这个开光 那个开光 大致你开光 要开几次 你才会觉得光光 上师王上好 平安吉祥 上回来听上师分享 很好 谢谢你 祝你 谢谢 那到底要开光 要开几次 你才满意开光 我告诉你 就是以前 我刚开始学佛 然后呢 在台北如意堂 大概在忠孝东路那边 忠孝东路的一个小分堂 他有地藏菩萨开光 那时候我学弟说 那个学姐有地藏菩萨要结缘免费的 我一听到免费的 我就赶快赶过去 我那时候跟大家一样 很喜欢免费的东西 结果 去人家 说你去拿地藏像 带回去一张佛像 然后呢 唐主就教你一个咒 忠亲戚 双哈 说地藏菩萨的咒 那那个如意堂的唐主还叫我们呢 带着这个佛像 还要拿一柱香 然后呢 香不能断 然后把他请回家 那个时候 我是讲那个时候 我就拿回家 然后念忠亲戚双哈 忠亲戚双哈 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到回家 我告诉你 我还搭公车 公车上的所有人都在看我拿着一个佛像 地藏菩萨的相片 然后一支香 我就这样子给他杀过去 杀回家 一开门 我妈看 女儿啊 你这个是什么 我爸爸还上来了 我爸爸七十岁也来变 很好啊 杨威姐 谢谢 那个时候啊 然后这个像我妈妈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啊 你哪一支不请 给我请地藏菩萨的像 我说 妈妈我喜欢这张像嘛 我喜欢地藏菩萨像 那怎么办 我妈本来不理我 我说好好好 那你就拿去 就拿去到我家的二楼 你知道我家的二楼是什么吗 我们那时候 我们家全家都养那个狗啊 养很多狗 来作为繁殖 然后卖那个小狗 做副业 那个时候我们家 还没有说很认真在学佛 也不大懂这些佛教的 如果菩萨界的话 就是说 比较没有在养动物 我们家的 很多狗啊 我妈说 好了你喜欢 就放在二楼 二楼有一个书架 谢谢 对啊 你也是这样的困扰 那我那个二楼的书架上面 旁边都是狗 然后书架上面 有一个小空间 就在书架上面 然后放了这个地藏菩萨的香 然后呢 我那时候 不太懂什么八贡啊 什么八贡 五贡 一贡就不错了 然后就擦一个香 一个米斗 一个香 然后一杯水 那就是这样供地藏王菩萨 那时候也没有人叫我供师尊 没有耶 然后 唐主讲 每天要念地藏菩萨本愿经 一本跪下来 没有念完不准起来 我告诉你 我们那时候也傻傻的 嘿 嘿嘿 那我们那时候也笨笨的傻傻的 唐主讲的好像是老师讲的 圣子一样 还不是上师讲 那时候不大认识上师 就每天乖乖念一本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们家里的人 养狗的养狗啊 玩那个乐透的 玩乐透啊 哇 读很大 一直读一直读 每次读都每次输 那我每天都念一本地藏经 回向全家的人学佛 而且有时候 看他们在读哦 我所有都念到哭啊 希望全家学佛能够有比较好的佛源 然后我把佛像请回来 我就没有说在什么想到开光的问题 然后呢 我只是一天一本地藏经 然后就是很诚心 供养供奉就是那时候地藏不算还蛮可怜 一天一杯水吧 一炷香一杯水就是这样 然后只是祈求而已 然后我家里的狗就一只一只死掉了 大概被他操肚掉了 一只一只就死掉了 那再来我家他们那个玩乐透Lottery的 一个一个都供估就输了 我那个时候 对念是念地藏经 那时候我家的人就过来问啊 慧君 你是不是跟地藏菩萨讲 叫我们全部都输钱 我说没有啦 我只是说我请你来学佛啊 祈求地藏菩萨加使你们 我们全家学佛 那个时候我妈妈看到我供奉的菩萨 居然就过来 居然就过来 结果你知道那个像 我后来我现在这几年才知道 什么叫做佛像开光 就是你请来了 你每天给他念经他就开光 你知道 他开光了他是不走的 你每天给他念经啊 一部经 或者每天给他修个法 他就来 然后呢 他在念经的时候 诶 念到已经说已经很有灵感了 我自己那时候不知道 我妈妈看地藏菩萨 啪啊 眼泪就掉下来 他说 慧君 妈妈为什么看地藏菩萨会掉眼泪 我说 妈妈你大概跟菩萨有缘吧 结果妈妈拿那个旁边的拔杯 啪 拔杯 菩萨如果我们这次乐透 那时候台湾叫大乐透 Lotteric 如果让我中一次就好 我以后从此不玩 后妈妈敢发这个事 跟菩萨发这个事 我想说菩萨哪会叫人家玩乐透 我妈妈讲 我妈就拔 拔三个圣杯 那 那 我说妈妈菩萨怎么会叫人家玩乐透 你一直断信快要哭了 你出来 然后再进来吧 念上师心臭 祈请是尊加持 何家会能够不要断线 赶快念上师心臭加持 我妈妈就拔三个杯 居然是圣杯 我妈妈含着眼泪 因为输很多钱 她说菩萨都相信我 你当什么女儿 你都不相信 我回来再跟堂主讲 我们家菩萨法 不会让我妈妈会赢钱 怎么会这样 结果那一次 告诉你 你不要吓一跳 我妈妈真的中 中奖 中大奖 我家的坛诚 因为当时亲戚不是很好 碰巧我 怀疑人家是有人结缘 黄年花同时 当时也是 请法师帮我过活而已 现在很多年 也是很感应 很好 赖乐化 对啊 那中奖 你知道中多少钱 中15万台币 你看 二三十年前的15万台币 那个马币 现在大概也要两万吧 马币 我妈妈那一次真的遵守承诺 从此就不玩乐透 然后我家的狗也差不多死了 然后我们家那个二楼那个坛城 我妈妈全部改 买了一个很大的坛城 专门给我使用 因为我拜的菩萨是真的很有灵感 是不是 所以我回答这个同门的问题 什么开光 对不对 有开光 也是很好 有给上师开光 或者写信 给师尊开光也很好 最主要是你要念经 你要修法 你要常常念咒 要守戒 你家的菩萨就很灵感了 对不对 不要担心 不要想说 我开光几次 你每次念经 每次修法 就每一次都开光 而且他开完光 他不走的 这样明白吗 好 这个问题就是先解决到这里 哇 已经是过了20分钟 我们赶快再来介绍 今天的文集非常的精彩 另一类的漫游 好 上师慈相的显灵 我刚刚讲过 一张相片 大概是我那时候一张相片 大概比这个再大一点 比这个再大一点的 一张地藏菩萨的法相 就非常的灵感 何况是师尊的慈相 你说上师 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供奉师尊 我那时候刚刚才学佛 没有人叫我要供师尊慈相 所以后来我们常去跑分堂 别的堂主告诉我们师尊了 我们那时候才慢慢供奉师尊的慈相 你知道我家的地藏菩萨就有四尊 观世音菩萨也是四五尊 都是我妈妈买的 他看到这个地藏菩萨不错 这个地藏菩萨不错 人家是一尊 我们家是四五尊 同样的 在我们的老家 老人家也是很可爱 不过后来我妈妈 到老了都还有常在念地藏经 我爸爸也是每天都有念地藏经 所以也无形中度了你家里的人 你不要觉得说家里的人很难度 其实时间到了他们就会信 你常常祈祷到 有时候很真心很真心 有时候就是祷告到流泪都没有关系 哭给菩萨听 菩萨 我们老伯都不学乎 要怎么 我们儿子都不学乎 对不对 很难过 我那时候真的是这样 念经念到会掉眼泪很难过 想想地藏菩萨 他的母亲下地狱 将来自己的父母亲 会不会有因果报应 那时候很担心的时候 也是会掉眼泪 可是菩萨就给我们感应 即将上师今早梦到 大姐回家 虽然穿着不是名牌 但衣服干净 梦中环境光明 她说回来帮手 植食家中杂物会行好运 超过八年梦到大姐 不知有何意义 你大姐是现在还在人间 还是已经给我热透大感应 这个是谁啊 这个人兄是谁啊 好了 心虚戒 有时候你不求他给你 你求他不给你 你就跟他说 我推广师尊文集 顺便加持我福分 我母亲天天早上来念佛 父亲还没有念 所以都是一个学佛的孩子 都是回向自己的父母 有佛缘 其实是大笑 在佛家来讲 当然你的物质生活 还有早晚趋寒问暖 也是要的 那在这篇文章里面 谈到的是师尊的词相 这一天同门都有贴 有些同门有贴自己的谈人照片 师尊都放在正中央 对不对 那在这个文章一开始 上市会命 大姐走了十八年 那有献比较好的相 就是他比较吉祥 上市会命是来度众生的 先度家人 再来度友情众生 自度 自己度 都是很好的 王宁英 收讯断断续续的 真的是 点额相其 请师尊加持 有一次我去印尼 那师尊就是在印尼弘法 我就跟师尊讲 师尊啊 我要做新闻 可是那个网路断断续续的 其请师尊加持 网路能够赶快好 第二天就好了 师尊加持力也是很强 所以其请师尊加持 大家能够修训平安 那在文章一开始 他说有一个姓流的 流姓的弟子 然后他那个归依 曾佛宗 就是人家的爸爸 然后呢 他归依了 有供奉师尊的词相 那有常念上师心奏 王古鲁连生 是在奉 王就是宇宙意识 古鲁 就是那个师父 师尊 对不对 你知道那个 有一只 有世界上有一种动物 常常念师尊 你们知道哪一种动物 鸽子 因为他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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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筋急转弯 没有 这是师尊讲的 咕嚕就是大导师 连生就是连花化身 塞地 就是净土 所以呢 我们那个台湾的小活活啊 对不对 他叫塞地 净土仁波切 一看到他就看到净土 他很可爱 有机会就跟他问候一下 我真想访问他 好 那哄就是成就 这上师心咒的意思就是 尊贵的宇宙大导师 指导众生等人人 莲花化身 全部往生 麻哈双连池 净土成就 对啊 我喜欢幽默 好 所以 这个莲花童子心咒 on guru nens 实地 其实呢 在这篇文章 透露一个秘密 on guru nens 实地 这个咒 也是阿弥陀佛的秘密真言 秘密心 很秘密 很秘密的 麻哈双连池哦 也是西方极的世界 很高很高的净土 是尊心咒就是法子 没错 好 讲快一点就是这样 这个姓刘的弟子呢 常常 礼敬师尊 礼敬师尊的法相 词相 他是 陶瓷的 陶瓷的 此次相 然后 常常 在礼敬礼拜 对不对 但是他有个儿子啊 叫做刘大来 大小的大 来来来 来来豆浆 吃了来来 还想来来 台中有个店 叫来来豆浆 吃了来来 还想来来 那个内湖店 好像是总店 哎呦 豆浆也不错 哎呦 我怎么会想到豆浆 早餐了 想吃豆浆 那叫刘大来 他在外地呢 读大学 那回到家 一看到老爸 供了一个 莲花童子的词相 他说 爸 你供的这个是什么 爸说 这个是华光自在佛 啊 有这个佛吗 人的样子 说对 他是人的样子 还活着吗 对啊 活着 儿子说 活着人 怎么可以供奉 乱来 那他爸爸说 我们这个是密教的 密教的这个法 对不对 根本上是统设啊 统筹一切的佛法身 那是把师父的相 把它变成金身来雕刻 那儿子说 一派胡言 也是不听爸爸的劝 那最后呢 这个儿子 刘大来 既然趁爸爸不在的时候 豆花来来啦 十尊开释 马上念词 是阿弥陀佛的眼 佛言 佛母的眼 都可以啊 好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他儿子很 刘大来 就是说 他很不理解 父亲 为什么要供奉 一个活的人的词相 活的人的相 他这个爸爸讲 你不是参加法会 你有礼拜过师尊吗 有拜他吗 他说有啊 对啊 那人活着当然可以拜啊 师父嘛 活着人就可以拜 也谈到拜 大家都是同门 你们不用特别啊 跟我们顶礼啊 礼拜啊 你们就跟我们出家人合掌就好 最主要是礼拜师尊 五体投地 大礼拜 可是 密教里面 礼拜师父还有规矩 比如说 师尊在走路的时候 你不可以拜 因为会阻挡他的走路 师父呢 在吃饭的时候 你也不要拜 你也没阻挡他的吃饭 Karen Wong 所以 你多人不怪 师父如果在睡觉的时候 你礼拜师父 就是跟师父说 sayo na na 永别了 再见 这个密教有这个缘起 所以 密教里面 他 这个礼拜师父 他有规矩 你如果说在险教啊 一般的那个什么 什么 险教的师父啊 请问在客厅才会养着 养着什么 上司 你是说在客厅的财库会供奉着佛像 是不是 当然很好 保佑你的财库啊 对不对 那险教 你礼拜师父 他会叫你拜坛成 那我们密教呢 拜师父 就是师父 他这个身 让你去礼拜 因为密教的师父 根本上司 是统设一切的佛法 神是代表一切的佛法 代表一切的 曼陀罗 替上司这样说 那我就放心了 早上心里突然 想请莲花 童子 然后赖给师姐 请师姐 把佛像善子换回谈神 因为其他师兄姐 也都换 还没有请回家 我想也是因为共修 那就开光了 对啊 本来就这样啊 不要担心 等一下 上司 刚刚那个有 有一首唱悔歌 不知道是上司 有没有收录在平板上 网路上YouTube 很多唱悔的歌 是否礼拜天在 采用娘式 长寿护魔法会 有谈到唱悔 对 一直打架鱼 可以吗 什么叫打架鱼 好 我们再来讲 这个接下来的故事 所以这个刘大来 趁着父亲不在的时候 把莲花童子像打破了 不但打破 还把他丢在盒中 父亲了回来 看吓了一跳 孩子啊 你犯了很大的戒律啊 那他刘大来讲 爸 那打破就打破了 难道还会再回来吗 那刘大来的父亲就讲 打破了 我再请 那儿子说 那我再打破 那老爸说 我再请 那儿子说 我再打破 那老爸说 我再请 两个人争执不下 那这个流性同盟 就是这个爸爸 就觉得说 儿子犯了这个很大的戒 对不对 毁坏佛像 他心中非常的 愁忧苦恼 他就去跑去 跟自己的师父 圣尊连圣佛佛 深深的忏悔 因为担心 自己的家人犯了业障 师尊 对不起 我的孩子因为不懂事 把你的词相打破 真的对不起 他现在还不懂 请师尊原谅 那我们师尊也不会生气 对不对 他也是用很慈悲 宽大的心 来接纳一切的众生 不管了解他的 不了解他的 懂的不懂的 他全部都是接纳的 全部都是包容的 所以师尊是非常的宽大 打架鱼斗鱼 所以我们的师尊就笑笑的跟他讲 根本就没有事情 无事 叫这位同门弟子不要难过 无事 你供奉的师尊的词相 确实有灵感 师尊这样子跟这位流星的 说你原来供的这个 因为他很诚心 很诚心的念咒 很诚心的修法 我告诉你 那个就是已经开光的 你祈祷这个相 一定会有好的感应 上次好台中 今天下大雨 对我有看到气象 说那个 好像有连续几天的豪雨 大家出门要小心 不过睡觉了 现在要睡觉 明天出门要小心 然后呢 师尊就告诉这个 姓刘的这个同门说 你回去吧 这位刘大来将来会跟我有缘 那刘姓弟子就 哇 懦懦而退 所以各位同门 同门问说 如何让你供奉的佛像很灵感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还是师尊讲了一句话 对不对 你每天你常常要修法 修法精进 要有正念 常常奉请上师 根本上师 给他念上师心咒 一百零八遍 你的佛像就很灵感 以上我跟他讲一个例子 可是我是 在马来西亚 天仙堂 北马大三角 有个佛堂叫天仙堂 有一次呢 我去弘法 跟一些同门就是聚餐 他们都会请上师吃会 各位同门 我们已经营养过剩 吃饭不要吃太好 简单的米薄 几个蔬菜汤 我们就很高兴了 同门每次要请上师吃很好的 那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接受同门的供养 我们都会想说用佛法来回报 毕竟众生一粒米大乳须米山 如果今世不了道 来世披毛带脚还 在佛家有这个戒律 有这个祭 所以我都会用着感恩的心 有时候我去国外 同门那个 哎呦 对我们很好 帮我们开车门 又赢又送 又安排 又提行李 又虚寒问暖 尤其呢 还给我吃冰淇淋 不要了 太多了 简单的饭菜就好 真的 一碗Maggie泡面 我也很喜欢 马来西亚这一天也是下大雨 那就是在供餐的时候呢 上师知道的东西 我就会看着因缘 来跟众生报告 我当时呢 我的项链带了一个 红柴神的像 它是那个好像是 不锈钢制造的 一个小金身 我在跟他们介绍说 哎你拿这个像嘛 你就要触天心 对不对 那提醒红柴神 教他们师尊讲的 触解脱法 你所带的佛像 你会把他触天心 顶礼奉紧 念他的咒 跟他讲话 跟他祈祷 然后祈求 这个祖尊的像 给你加持 我这样子一讲 我对面那个同门 刷一个法流 就直接灌顶 我坐在对面的那位同门 因为他这个同门 是天仙堂的义工 他最近受伤了 好像脚还是哪里有受伤 一直一两个月都不会好 我只是介绍佛像 要怎么用 没想到那个佛像 自动给他加持 所以你说 有没有灵感 你心成则灵 你心在佛在 我没有用神通 我也没有讲那些神通感应 我都觉得 那个是附带品 可是神什么时候下来 他高兴 老子呢 到齐寒谷官 为什么 他到齐这牛 答案是老子高兴 脑筋击转弯 那神也会高兴 对不对 神也会欢喜 你做的事情 你是只要是正念的 红传根本传承 何况那个同门是 在道场帮义工 那个神高兴你们做义工 他就去帮他 就是那一次 就是他觉得很惊讶 那个红财神 那个小金生 现在还放在我的坛城 你说我那个小金生 我供奉很久吗 也没有 我没有 有时候那个金生 我像不动明王的金生 有一次 我带了一个不动明王的金生 然后呢 我常因为常常齐寝嘛 常常修法 大概也是齐寝 然后观想几个月 然后就给他们看 他们因为你知道吗 开光 你常要齐寝他就是开光 那那次不动明王给他们 拿 有的人头痛就马上好了 居然也是有这样子的 不是说我很厉害 我只是说 我按照师尊的方法 来侍奉我所带的佛像 佛卡 等于有这样子的效果跟法力 所以各位同门 不是谁开光就好 你自己本身你也可以开光 你诚心对佛像念经 祈祷 跟他讲话 带着不动明王的佛卡 说不动明王 你好 今天早上了 现在是晚上了 我要睡觉 请你保佑我 把他当作家人 跟你在一起上下班 他会感受到你对他的那种 很亲密的感觉 对不对 那你顶礼他就是触节脱法 他也就是一直开光跟你在一起 佛像就是这样子 你要让神欢喜 你所做的事情 也要让神欢喜 你常到佛堂当义工 常常劝人家归 常常讲师尊文集 常常护持 还有听师尊的法教 按照师尊的修行去做 佛像都是常常开光的 这样明白吗 所以 这个流性弟子 他回去之后啊 就把 将师尊的话 转告给他的孩子 刘大来 刘大来当然不相信 听你师父讲这个什么话 我才不信 刘大来就说 如果 连生活佛上师的词相 真的有灵感 好 就应该显灵 来教我数学为积分 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当然这个 因为他的父亲 拜这个词相 拜到灵感的 你看他也没讲说 谁开光 这个文章也没讲 这个词相是谁开光 都没有讲 他只是说这样拜 然后很诚心 就翁过来 我告诉你 他敢敢的跟佛像讲 说如果你真的很灵感的话 那个东西跑上来 你就显灵给我看 后来 后来当晚的梦中 师尊就出现了 真的教他为积分 为积分 不只演算为积分 连解析几何 空间解析几何 全部一一教授 等到刘大来 醒来 哇 几何 你们有没有学过几何 人生几何又几何 学了几何又几何 几何学了几何 又不学几何 奈我何 以前的学数学好痛苦 可是呢 刘大来 因为有师尊教他几何 哇 第二天上课 哇 解析几何 哇 好厉害的 极厉害的 讲解又精辟又清晰 他大概是学会计的 好了 刘大来就一一的 把他的数学功课 全部都完成了 非常的好 这还不算什么 刘大来后来到学校 哇 还有演讲 他演讲长篇大论 可是那一天的演讲 居然演讲稿被同学 因为这个 做恶作剧 演讲稿全部都被拿掉 开门 哇 演讲稿拿掉了 可是马上就要上台演讲了 刘大来 急着 哇 这个锅的蚂蚁非常紧张 怎么办啊 等一下 我上台要讲什么 他突然想到他爸爸 供奉的那个师尊词相 奥古鲁连生 十里奉 他就念了一句 奥古鲁连生 十里奉 救我 羡慕我数学刚挂科 白 白王 喜日 对啊 你坚持 那个坚持的祈求 师尊会加持你 他演讲稿都没有了 但是 他突然想到 奥古鲁连生 奥古鲁连生 这个时候 他的心 突然就 静下来了 他之前讲的演讲稿 每一个字 每一个段落 完全清楚 历历在目 连恶作剧的 他就在一层一层 有条不问的 在演讲的时候 讲得非常的清晰 从来讲过那么的清楚 连给他拿 他讲稿的同学都吓了一跳 说这个人什么时候记忆力那么好 全部都把答案都背出来 他那次当然又成功了 哇 这个时候啊 这个 刘大来 本来记忆力不好 他就能偷偷地不让老爸知道 偷偷地供奉了师尊的法相 还有十五分钟 偷偷地供奉了师尊的法相 偷偷地祈求 因为之前跟老爸争嘛 没面子嘛 然后现在知道师尊的厉害了 尝到甜头了 哇 连生活还会数学 哇 还会演讲 还会什么 哇 师尊真是实相全能 对上次讲非常正确 各位同门 如果你要你的小孩 读书聪明 如何祈求师尊家子呢 我真的有个例子 我一个同门 他数学很不好 然后他父母亲就在他的客桌 后面靠墙壁 那边供奉一张师尊的法相 叫这孩子每次在读书的时候 念奥古鲁连生西里后 一百零八遍 一百零八遍就好 那点一个小的环香 后来那个小孩子数学都高 九十几分 那再过几年 他还拿到奖学金 就是说 内果加持力 让他的头脑清晰 我们曾经有这样子的例子 所以也就是当天晚上 这个刘大来偷偷 供奉了师尊的法相之后 师尊感应到 师尊出现在他的梦中 师尊在虚空中 采了一些花 花给他弄得碎碎的 给他变成了花蜜 让刘大来喝下去 喝下去之后 变得记忆力非常的好 过目不忘 这个时候刘大来真的是 I fool you 我真的 fool 了你 以后他的脑筋 过目不忘 像我们是一目十寒 过目七华 我最不会记人家的名字 你们很多英文名字 最好有中文的 鞠躬 彼得翁 彼得翁 应该还比较好记 有的名字很难记 可是刘大来 喝了师尊的花蜜之后 居然记忆力 超前 你们同门都会说 上次在读书会的时候 抢了一些蜜法 对不对 抢了一些修法 我告诉你 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修法的奥秘在里面 很多记法在里面 很多心法在里面 很多师尊的那一种神变在里面 还有弟子跟师父的心在里面 你们在看 他过目不忘 然后刘大来 这个时候深深的知道 拜的这个师父 不是一般的师父 不是江湖树式 是真正的华光自在佛 于是他这时候开始后悔 后悔他打破了师尊的法相 然后呢 每次念心咒 他就把师尊的相片摆出来 他也在念咒 但是呢 他之前打破了师尊的法相 会不会持相 会不会有夜报 所以佛家里面 师尊写到 破坏塔式 焚烧金像 获取佛法生物任意 卸毁 世民第一根本 重罪因堕 无间地狱 受苦无尽 虽然佛菩萨大慈大悲 幻屈尚且舍近 尚有为一土石塑雕之相 而施行报复之礼 佛菩萨是不会报复的 可是这个众生呢 因为当年的无知毁坏了 佛像还是会有因果报应 为什么 因为佛教里有金刚神 护法神 委陀且来 四大明王 十轮金刚 喜金刚 大力金刚 五方大金刚明王 所有金刚 护法神 全部朗朗 在虚空中 寻行天下 所以 学佛 但是又造业 对不对 还是会有因果业报 这个就是有他的警示 就是一些警告 所以刘大来以后呢 他有一天骑机车 前面呢 有一台 有一台什么车 前面有一台乡行车 后面呢 又有一台跑车 乡行车 突然紧急刹车 后面乡行车转过来 把刘大来骑机车的 刘大来 撞飞了 不知道滚了几滚 掉下来 在冥冥之中 发生了一件 奇妙的事情 有一只手 把他伸了 把刘大来接住了 安然放在地上 就是这么奇妙 师尊加持力不可思议 真无密法不可思议 虽然有夜报 可是佛还是慈悲 因为他有忏悔 一报还一报啊 对不对 所以刘大来知道 又是师尊救了他的命 这下子他非见师尊不可 家上师有同盟问 九凤破会法 可不可以放在枕头底下 我回答可以 有人说不可以 九凤破会福 你要放在床头底下干嘛 那个是配在身上的 连颈法师嘛 是不是 活用啦 把他活用就好 其实是配身 或画来喝也可以 师尊有讲说有一个人失眠嘛 然后呢 头痛啊 失眠 那师尊有教他一个法 就是圈圈点点的法 每天就是念钢王经 念几遍就画一个圈 念几遍画一个圈 画了很多圈之后 变成一张纸 放在枕头下 睡了就很好睡 那你可能是要帮助那个同盟安眠 九凤破会福呢 给他念三十星座 分享师尊放光 放在枕头下 我认为也是只要恭敬都是可以帮助的 好 再来就是刘大来呢 接下来就是回到父亲那里 拿出自己储蓄的一点钱 跟父亲讲 他终于知道师尊是真正的有道之士 他说他要请四十九尊的师尊 词相 之前打破一尊 现在要请四十九尊 爸爸非常的高兴 终于能够度到这个孩子了 所以你们家里面 如果有人家里的人 你要度他皈依 度他学佛 有时候很难 对不对 你就写信 或者见到师尊 跟师尊讲说 希望你的家人 孩子能够学佛皈依 或者你在修法 观想师尊 放红光来照你的家人 也可以 所以这个孩子 供了跟他的父亲两个人 找一个非常干净的房间 供了四十九尊的师尊子 师尊的相 然后很恭敬 变成一个莲花铜池的曼陀罗 刘大来不止持上师心咒 后来也修上师相应法了 然后知道说我们的师尊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然后非常的恭敬 然后忏悔以前所做的这些业照 那他你知道吗 一个人三十八岁 三十八岁 竟然事业有成 如果月入十万 月入十万 一年就一年就一百二十万 对不对 如果月入二十万 一年就两百四十万 几年就可以买房子了 对不对 很年轻的时候 其实上师发现代王更深入读师尊 读师尊的心 谢谢 谢谢你的护士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月入十万 二十万或者更多 对不对 现在的台湾年轻人 要买房子很困难 对他来讲是非常的容易 我们有同门做保险业 当这个百业景气萧条 可是我问他 你经济有没有受影响 他说没有 上师生意很好 一样 从来都不担心 我们有这样子的同门 但是在他生 这个怎么讲 毕业了 然后事业 生涯在最顶峰的时候 师尊又告诉他 刘大来 你要不要出家 跟我一样 加入光头党 欢迎各位网络同门 如果你看破人生生死 欢迎加入光头党 能够跟我一样 快乐 学佛修行 赞 然后呢 师尊叫他刘大来出家 刘大来说 师尊 我现在在人生巅峰 对不对 人生在多彩 多彩 多之海 没有谈恋爱 结婚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家上去的 怎么出家 师尊的袖子给他 挥一挥 结果呢 刘大来看到 未来的自己 生逢大难 而且还要进监牢 白师兄说 小学九岁吧 妈妈请了很小尊的观音 希望菩萨教我读书 每天 每天 又挡住了 放书包 带到学校去 然后不小心 菩萨头断掉了 坏了又倾心的 不知道几尊了 对你不小心弄坏了 菩萨的像 可以在这次的读书会 好好的 跟观世音菩萨 就讲说 自己是不小心的 多念高王观音 给他念奏 给他回向 给他自心比报 有时候忏悔呢 梦到好的梦事 就是有那个 宵夜账的象征了 犹大来呢 因为师尊袖子一挥 就看到自己未来是 不但是非常的坎坷啊 而且还会进到监狱 监牢 看见未来种种的痛苦 刘大来啊 满身的流汗啊 他师尊问 那你要不要出家 出家 赶快出家 对啊 刘大来就是在梦里面 刚刚讲的 那个是在梦里面 觉得凉凉的 然后一摸才发现 他自己在梦里面 就已经出家了 后来刘大来 真的是出家修行 放下了一切 房子土地 汽车产业 哇 专心追随出事的情境 安心淡薄 他领悟出人生 很短暂 在光彩生活 也是落日于灰 最亮的灰星 光芒 这样也是一瞬间 各位同盟 你听到这个故事 你有没有觉得 世尊在度一个人 从来不信他的人 没有皈依的人 他没有放弃 也给他视线感应 那这个人呢 也说 那就是每一个都这样子 也不见得 有特殊的姻缘 有的人刚皈依了 哇 梦到佛菩萨 很多天天都有感应 那皈依觉得说 怎么没有感应 有时候是 刚开始佛菩萨 要度你精进 会有时候也会有 很多很出胜的感应 但是 后来你没有感应 你不要觉得说 佛菩萨不理你 因为他觉得你稳了 你不会在 琵琶别抱 去找别人 你不会去 人生高峰时 真的很危险 对啊 人有钱 会得意忘形 有时候那个德行 也会偏离 也会傲慢 也会遇到朋友走歪路 很多人在八节逢营的时候 自己会高高在上 忘了自己的生存的价值 忘了道德 也会造业 那这个刘大来 在生命最巅峰的时候 选择了出家 三十几岁 年轻高富帅 事业有成 然后 所以欢迎年轻的同盟 年轻的也可以来 越早出家修行 真的是越好 但是呢 如果你们是 在家居室 我觉得心出家 也更好 对不对 你的心慢慢的 不去执着 世间的事情 慢慢的 看着月旦 慢慢的 无所得 无所住 无职 也是一种出家 你说对吗 最后一段 刘大来自终 如果不是仰赖我们的卢师尊 生命早就死了 哪有今天的修行 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人生大事 没有修行 人生是白来了 富贵荣华 不过是 异常梦幻 那最后 师尊写了一个记 好 就是今天 另一类的漫游 你今天听了 看了师尊的开示 听了师尊的书 的指示 你有没有更加的明白 人生是什么 就算你是 大富大贵 一切都顺心如意 让你玩了这一世 我的手机又要我重新启动 我本来要放歌了 好 那你这一生 你又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再来就是你要度亲人 你也要有耐心 对不对 你既然已经学佛了 家人也要看你的成绩 要看你学佛之后 你的心 是不是变得比较柔软 是不是对他们更好 是不是更贴心 有的时候呢 不一定要讲很多的佛法 看你们的表现 才能够软化家里人的心 所以在这一篇的文章里面 是一个 慈悲的父亲 度孩子的故事 这个父亲也没有很强迫自己的孩子去学佛 反而是很有耐心 我觉得我也很欣赏这样子的父亲 能够很宽大的包容这个孩子 即使他犯错也是在等待 那也在想说 有的人都不信佛 好像我们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就瞧不起这样子的人 我觉得也不是 因为在过去世 我们也可能是像刘大兰那样子的人 甚至毁坏佛像 所以我们这次有的人 说我学佛很坎坏 手机 我今天的平板一直当了 好 那我们就一起合唱 南无阿弥陀佛 来跟世尊说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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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故事大家喜欢吗 最后我们跟世尊说 救命 世尊救命 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你们的台湾时间 晚上10点到11点 我们连生活佛文集 网络直播读书会再见 谢谢你们 再见 阿弥陀佛 好 关掉